你最后一次回马来西亚是什么时候 每天都想 不过只是没有办法回 因为要留在新加坡 如果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没有那么快开放边境 你会想回马来西亚吗 这是已经很久了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家人 没办法 老婆 宝贝们 宝贝上你 宝贝上你 等爹地回来 不要这样咧 给我按个赞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提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 今天我们将会做一个采访 因为马来西亚是3月18号的时候 他们已经实行了他们的主动管制令 所以MCO 以往的是许多马来西亚人 他们都在新加坡这里做工 所以因为那个MCO的关系 很多马来西亚人 他们都困在了新加坡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理解一下 他们对这一年 没有得回去马来西亚的想法 对 因为这已经严重 影响他们就是普通的家庭生活 每天可以看到妻儿之类的 就孩子这些 所以我们来去了解一下 他们的想法 看看有什么东西要对 也是困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 或者一群群组的人有什么想法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就希望一群快点好转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朋友都可以回去 回去他们的家乡 现在是有视频那些 对 不过就是还是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去看到他们的家人 看到他们的家人 对 好 现在我们就进行我们的采访吧 Let's go 我们也在一起 我们也在一起 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先在一起 好 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 大家好 我是钟来 英文名叫 Joyne 我来自马来西亚 霹丽州 太平 我的名字是Simon 你是来自马来西亚哪个州 我是霹丽州的伊宝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五百 你最后一次回马来西亚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应该是去年3月17号 到西大名回到小 就3月18是拿MCO 可是3月17你为什么会回去 因为要留在新加坡 然后来回去拿衣服 然后回来新加坡这边住 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 就是匆匆回去拿了衣服回来 就住到现在 是2020年10月18年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要回去 然后选择回来 因为为了生活嘛 要赚钱嘛 养家嘛 就是这样 平时都是一年回去一次 但刚好两年 有两年我是过年没有回我出国 我想要回家的时候疫情就来临 我回去六个星期 一个半月 回去探望家里人 看老婆孩子 可是那个时间 要隔离的时间扣到来 其实真正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是多久 五个星期吧 如果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没有那么快开放边境 你会想回马来西亚吗 还是觉得不会 因为赚钱重要嘛 现在的行情有工作做就不错了 因为现在我们有视频啊 可以每天跟联络家人啊 如果新加坡现在的是 quarantine 14天 如果是改去7天 我应该会选择回 就是回去定居还是 就是一下子然后再回来做工 回去休息两个月再出来吧 每天都想 不过只是没有办法回哦 其实是可以回来 只是要隔离隔离而已吗 麻烦啊 不要啊 这一年你是如何跟马来西亚在家人沟通 prosep啊 又有视频啊 这样子啊 很想念家人啊 每天晚上放工回来 有时间就通电话咯 视频咯 家人咯 就这样 所以很想念很想念他们 对咯 但是无法 没有办法咯 视频咯 WhatsApp啊 WeChat啊 Video Call 就是每一天都会这样子 每一天的 最少是45分钟啊 最多是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 现在有Video Call吗 还好 30分钟左右吧 我是希望这个疫情方面 快点好转 让身为马来西亚人 在新加坡做工人 能快快回回家 跟家人陪伴 希望快点好转了 可以来回马来西亚 就是这样子 嗯 好的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会好好 然后做好防疫的措施 对对对对 然后早日大家都可以回家 过好正常的生活 对对对 已经很久了 每个人都想念自己的家人了 没办法 有什么鼓励的话 想对那些也是困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说 不喜欢吃困在新加坡 其实新加坡也是有很多旅游经典跟很多好吃的美食啦 尽量越多一点朋友 多谢朋友出来逛逛 走走吃多一点美食 减压减压 对然后也要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还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对吧 对对对 坚持哦 坚持等待 你有什么东西要跟你的家人讲了吗 可以对着镜头说 我是希望家人可以过来平民安安 老婆 孩子们 爸爸想你们哦 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 可以来回马来西亚 老婆 宝贝们 爸爸想你啊 嗨 老婆孩子 你爹地上 YouTube了 Stay healthy啊 等爹地回来 好我们就刚才做完了我们的采访 所以他们马来西亚人 很多都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困在了新加坡 而且马来西亚的疫情 还没有完全控制 对对对 然后大多数其实都是会选择 留在新加坡做工 因为了养活家庭这些 对 所以可能他们的辛苦 我们也是没有完全的了解 对 我们无法感同身受 嗯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疫情快点好 对 庆幸的是 至少他们是 一群人在这边不是孤独的 因为他们还一起出去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 祝我们马来西亚朋友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对 我们一起乐观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做好防疫措施很重要 嗯 对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好 谢谢你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还有 开启的小铃铛 谢谢 拜拜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的话 SIMON 来鼓励全部人 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 来鼓励他们的话 有什么歌可以唱给他们听 当作是妈妈在这边 你跟她讲一些话 哈啰妈妈 嗨妈妈 嗨阿姨 就讲嘛 有没有话要鼓励 真的鼓励全部人 就是来SIMON 来鼓励 全部人 不用鼓励的啦 这个是每个人的生存 知道啊 好这个人很难采访 我们结束